各位好我是王爷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本期达芬奇Fairlight系列教程 将为大家讲解音频后期的必备利器压缩器 在我们录制完Talking音频之后 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Talking波形起伏非常大 波形声音大的部分 甚至已经接近于0dB爆音边缘的位置了 但是声音小的部分音量却非常小 而且声音的响度也远远达不到我们第一期Fairlight教程 所讲到的-16LUFS这么大 这时候很多朋友就会尝试 直接把整体的音频音量提高 响度是达到标准了 但是稍微提一下 声音波形大的部分就会直接失真爆音 怎么办呢 这时候压缩器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压缩器想成一个AI机器人 当大的声音超过你设定的音量之后 它就会自动把声音按照不同的速度和比例压小声 当声音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AI机器人又会把音量按照不同的速度和比例再给你拉回来 当压缩完成之后 你就会发现波形音量起伏并没有那么大了 音量也非常的均衡 听到的声音也不会因为很大声而吓到人 我们最后再把Talking部分的整体音量提高 就能达到相应的响度标准 我们拿达芬奇Fairlight自带的压缩插件 为大家讲解和举例 在Fairlight的调音台当中 找到你想做压缩效果的轨道 双击动态会进入一个新的窗口 再点击中间的压缩器 就可以为这个轨道激活压缩效果器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一一讲解一下 压缩效果器插件当中的几个重要功能 第一个功能预值也就是Threshold 它的功能简单来说 就是多少dB以上的声音要被压缩器压小声 预值的设定不能太大 如果你设置的预值比你录制的最大的音量还要大 压缩器这时候它就不起作用了 如果预值设置的太低的话 就等于把所有的波形统一给你压小了 这样的话压缩器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把预值设置为靠近正常音量范围的数值 这样就只有声音偏大的地方才会把声音压小声 我们可以把预值设定为比声音平稳段落低2dB左右的地方 比如说比较稳定段落的电瓶平均在-6dB 则预值设定在-8dB左右即可 第二个功能比例也就是压缩比的意思 比如说比例设置在2比1 就是超出预值2dB就是把声音压小成1dB 超过预值的部分就压成了原来的1分之1 如果我们把比例设置为4比1 也就是超出预值4dB的话 把4dB压成了1dB 也就是超过预值的部分压成了原来的1分之1 比例这里应该如何设置呢 如果你想处理的人声比较平稳自然 那么比例设置为4比1左右即可 既可以有效的防止暴音又可以保证声音的正常的起伏动态 我们试听以下片段 各位好 我是网友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本期达芬奇Fairlight系列教程 将为大家讲解音频后期的必备利器压缩器 各位好 我是网友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本期达芬奇Fairlight系列教程 将为大家讲解音频后期的必备利器压缩器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声音音量控制的非常不平衡 比如说这段音频 然后先说一下 这是我和阿巴都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管他怎么都干嘛 看你就忘了 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把比例稍微调大 设置为6比1左右 然后先说一下 这是我和阿巴都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管他怎么都干嘛 看你就忘了 这样可以更大程度上平衡音量动态 第三个功能 启动时间 他的功能就是压缩器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音量压小 如果压缩器的启动时间比较快的话 那么压缩器会一瞬间把音量大的部分压小 如果这个时间设置的太快的话 整个声音的状态会因为压缩而导致冲劲不足 你想让它冲出来的音头反而没有冲出来 就会让原本你想要的声音的状态变得非常的压抑 我们试听以下片段 像我们手机里的emoji表情就是一种面目捕捉 只不过捕捉的方式多种多样 精度也各有不同 如果压缩器的启动时间过慢的话 带来的问题就是最大的音量部分都已经拨过了 压缩器还没工作 它还没来得及去压 这样你想把它压低的部分反而压不到了 我们试听以下片段 像我们手机里的emoji表情就是一种面目捕捉 只不过捕捉的方式多种多样 精度也各有不同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掌控究竟多快才能恰到好处的 压到你想压到的声音 不让压缩器迷路 像是我们正常录talking 启动时间通常设置在8至12毫秒左右 比较自然 如果想要声音充劲足一些 就把启动时间稍微长一些即可 像我们手机里的emoji表情就是一种面目捕捉 那只不过捕捉的方式多种多样 精度也各有不同 第四个功能 释放时间 它的功能就是压缩器压小了 你想压到的音量之后 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音量恢复正常 如果释放时间过快的话 一旦声音低于预值设定了音量之后 声音会瞬间恢复成压缩器 没有介入的音量状态 当压缩器刚刚压住了字头之后 就会瞬间被释放了 这时候我们说话的音尾的细节就会被放大 这样就会让声音变得更有亲近感 让声音变得更结实一点点 但是如果释放时间太快的话 听上去就会有投轻较重的感觉 我们再来试听以下的片段 各位好我是网友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本期达芬奇Fairlight系列教程 将为大家讲解音频后期的必备利器压缩器 但是又是但是 释放时间如果太慢的话 本来你想压的大音量的部分都过了 压缩器还把之后本来不色很大的声音 统统给你关销了 这样听起来也是非常不自然的 我们再来试听以下片段 各位好我是网友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本期达芬奇Fairlight系列教程 将为大家讲解音频后期的必备利器压缩器 释放时间 如果想要声音状态比较贴耳的话 时间短一些即可 各位好我是网友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 本期达芬奇Fairlight系列教程 将为大家讲解音频后期的必备利器压缩器 总之启动时间释放时间配合起来来使用 可以塑造的音色状态非常非常多 设置的方法也没有对错 只有合适不合适 各位朋友可以根据我举的几个正面和反面的例子 多多尝试来调节压缩器的速度 第五个功能补偿 也就是把压缩之后的声音整体再拉大 让最后的响度符合响度标准即可 响度标准我在第一期达芬奇音频教程中也有所讲解 大家可以翻看来学习 第六个功能也就是最后一个功能 就是侧链压缩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实用的 简单的来说 我们如果制作访谈类的节目的音频部分的话 通常会有人声和BGM的出现 使用侧链压缩就可以在嘉宾开始讲话的时候 自动压低BGM的声音 那该如何操作呢 我们可以在人声轨道的压缩器插件中点击发送 接下来再在BGM轨道的压缩效果器当中选择查听 这样进入BGM轨道的压缩效果器当中的信号 就会叠加了人声的信号过来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设定一个预值的话 当这个轨道的BGM信号叠加了人声的信号之后 压缩的作用力就会变大 BGM这时候自然会自动的被压低 这样就会类似于BGM自动会闪避人声的感觉 非常的方便 相信看完本期视频能就大家使用压缩器带来一些帮助 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压缩器的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既保证我们说话或者演唱的基本情绪起伏 又不会因为过度压缩导致声音的音量状态变化太大 而失去动态范围的一个合适的中间点即可 本期视频的干货量非常非常的大 求赞 求投币 求转发再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这对我们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学会使用压缩器之后 一定会成为你的音频后期的超级力气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将讲解右翼后期处理的力气 均衡器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